小伙伴们相信有火星人的存在吗? 大熊跟小夫就此论题差点连朋友都不做了 来人们听说两人如此无聊 整个猫都惊呆了 可大熊并非信口开河 他手中可以有着在火星拍到的人脸岩石照片 这绝非自然条件下可以天然形成的 但作为反方的小夫证据也相当充分 那照片是PS的 刚才支持大熊的镜像两人 立刻选择无条件相信了小夫 大熊继续两处证据 张鱼哥呀张鱼哥 海绵宝宝难道还不算外星人吗? 可小夫坚信火星上无生命 既然两人空口无凭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 蓝胖的决定带众人去趟火星寻找真相 可用任意门去 大熊嫌弃没有仪式感 正好换成宇宙教育套装 这是未来小孩遨游宇宙的必备良品 想要去宇宙首先得有火箭 可火箭这么小 听说蓝胖子了 虽然大熊都塞不下 可下一秒 随着阴影的变大 小火箭就变成了大火箭 众人分为登舱 做好可想安全准备后 蓝胖子拉动拉杆 头等舱倾斜90度 蓝胖子一声令下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火箭变成窜天猴 朝着宇宙进发 升空过程中相当颠簸 但当飞船进入宇宙后 终于平稳了下来 揭开安全带 就能体验常人无法体验的太空失重 看着美丽的地球 小夫觉得大片必须配薯片 蓝胖子刚想阻止 可小夫下手更快 在失重的状态下 东西就会这样到处乱飞 当阿雄的教科书就派上了用场 蓝胖子拿出格化曲物 也要上场从书中 拽出了今天的口粮 当阿雄吃了一口 却嫌弃航空食品干巴巴的 但这是为了在失重状态下 也不会乱飞而特别加工的 可胖无三人却并不这样认为 虽然干燥 但却能吃出蛋糕的味道 清香更在太空吃到了地瓜 当阿雄跟着展示了一波饭来张口 可太空风景过于单一 所有人早看腻了 蓝胖子本想科普 也实施无奈 拉动拉杆 直接进行虫洞跳跃 来到了目的地火星 火星之所以为红色 是因为土星的土壤中含有氧化铁 就形成了铁生锈的颜色 火箭安全着陆 大熊火箭豁了就要去外面看看 蓝胖子刚要阻止 可惜已经晚了 因为压力差的问题 才会形成小型风暴 但现在不知科普时间 拿出试影灯 给美人来上一发 这才没造成全剧中 火星不仅没有氧气 晶也只有零下43度 但幸好有试影灯 残热大熊成了登上火星第一人 而这里的重力 也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 小风膀胱一扫 发现一座巨山 这正是注目了马峰三倍大的 奥林匹斯山 拿出行星探险车 正式开启了火星探险 但这一幕却被某生命体看到 火星上也曾有着海洋 但那都是21年前的事情了 这更让大熊断定 火星上有生命 理由必须配有小烧烤 拿出宇宙烤肉套装 在火星上吃起了烧烤 大熊给镜销投石 可还没送到就只剩签子了 而远处的神秘物体 引起了众人注意 大熊断定这就是火星人的文明 但这其实是来自地球的火星探查机 所以报废却是人类的骄傲 反程的途中 大熊一个平地摔 竟有人体贴地送上了毛巾 大熊惊呆了 还来小伙伴们寻找 可再也不见火星人身影 就在众人争执不休时 远处传来了大惊喜 其实覆盖整个火星的强烈风暴 周恩嗷的一嗓子就跑 可两刀腿始终跑不过风 眼看跑不过 蓝胖子只好拿出宇宙帐篷 希望可以用它挡住强烈风暴 可虎伏二人却丢了 风暴中的虎伏二人寸步难行 而小夫只是在风暴中多看了一眼 就发现了章鱼哥 在风暴停息 周恩决定出发寻找虎伏 却是寻到带有胖虎伯的臭鞋 而一旁的探查机 成了找到虎伏的最后希望 蓝胖子调出照片 却看到了虎伏二人被奇怪生物绑架 大雄只顾着自己赌队了 完全不顾及虎伏二人的生死 为了救出虎伏二人 三人踏入了神秘洞穴 镜香不趁失足 却被神秘人所救 但当大雄两人赶到时 虽不见镜香身影 却碰到了章鱼哥 大雄两人嗷的一嗓子就跑 可前方万丈深渊 后方还有章鱼哥穷追不舍 其了蓝胖子一个信仰之月 250斤的胖子竟可身轻如燕 看着对岸的章鱼哥 大雄就释放了嘲讽技能 可章鱼哥有大长腿 大雄两人只能再次逃跑 却误入了死胡同 哆啦A梦全剧中 当两人再次苏醒时 就看到了平安无事的镜香 镜香不仅不怕章鱼哥 还跟他成了朋友 胖虎更是把他当成了心灵之友 蓝胖子旁观一扫 明白了章鱼哥的由来 还不是大雄这个冒事鬼 意外造就了章鱼哥 虽然这并非真正的火星人 看来这场豪赌是小富赢了 虽然没能见到真正的火星人 但竟想相信 火星人也会如战鱼哥般热情善良 回到家的大雄两人 却听到了发现火星人的大新闻 那么小伙伴们知道 探查机拍到的照片是谁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这是堪比韩国换头术的头巾 因为自从腹黑强势下手狠的胖虎带上他 只靠一招卖萌术 就成了小镇中的无厌组 最近的胖虎有点萎靡 即便大雄主动上门挑事 胖虎也只愿当个能不动手就不动手的菩萨 大雄顿时全身痒痒 怀念起被揍的感觉 如此奇葩地要求胖虎竟断然拒绝了 原来在刚才的一场生死时速中 胖虎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 险些被卡车撞到的妹子 起量妹子不仅没感谢 反而嫌弃胖虎长相太可怕 在胖虎的自我认知中 自己棱角分明帅气又温柔 听闻此话大雄顿时欲设 生怕自己一个口无遮拦唤起胖虎的本性 于是他找到小多拉 希望把胖虎变可爱 至少别是吓哭妹子的程度 可小多拉也不擅长整形整容 但大雄却从熊猫玩偶上得到了灵感 于是小多拉拿出一款熊猫头巾 这样胖虎就会变得如熊猫般可爱 虽然出带肢时像汗肥 但当全身都变成熊猫时 大雄瞬间失去抵抗力 抱着胖虎就是一顿疯狂摩擦 直到彻底变弯的前一秒 大雄才恋恋不舍地松了手 而这种尴尬还发生了人传人的行为 因为静香跟小夫也中招了 静香恨不得把胖虎带回家抱着睡 其料亚洲醋亡不仅没上线 还觉得有这么可爱的玩偶抱碗上一定睡得香 可他们没料到熊猫的内在仍是胖虎 他只是说了句口渴 小夫就被蒙到双手上供了饮料 胖虎蹲蹲蹲干了一整瓶后 又想来点小烧烤 虽然静香的蛋糕也不错 可胖虎的名字中有个五字 人家只想吃肉肉 预感到事情有些变了味 大雄两人当即表示麦蒙可耻 那胖虎只好恢复男人本色 一拳一只胖狸猫 再一拳一个小学生 然后穿着熊猫服帅气地跑路 为了不让这只虎被熊摇的怪兽麦蒙 大雄两人决定追回熊猫头巾 可惜两人还是低估了胖虎对道具掌控的熟练度 他看上了别人吃剩的棒棒糖 想靠麦蒙白嫖 可路人甲仿佛加了抵抗点不为所动 于是胖虎只好使出绝技 当场倒地讹起了人 这招数正常人看了谁不怕 于是棒棒糖成功到手 接下来胖虎如法炮制 又看上了路人蚁的漫画 在得到对方拒绝的回答后 胖虎没开二度讹起了人 服不服都得搭进去一套房 于是胖虎再次白嫖成功 这时大雄两人从天而降 希望胖虎不要靠麦蒙打劫 起料胖虎竟是隐藏在民间的蒙神 当着两人的面就是蒙蒙三连牌 结果可想而知 没有抵抗力的两人当场缴械投敌 而胖虎也凭借着自己另类的蒙宠人设 很快吸引了无数粉丝 于是他当机立断 决定用歌声回馈粉丝 无差别声波攻击 差点让粉丝全体黑屏 胖虎足足唱了9981曲后 没死透的大雄两人仍紧追胖虎讨要熊猫投尽 看着胖虎发动萌萌剂 大雄两人也使出了反萌剂 可惜两人不仅智商感人撩汗的手法也过于简单 毫无悬念地再次原地投敌 可胖虎没想到虎妈却是万人之中的唯一不同 他的卖萌不仅没能免去送货的差事 反而让虎妈变得更加凶残 胖虎顿时怀疑自己可能是垃圾桶里捡来的 可胖虎还没来得及深思自己的身世 就再次遇见了被他救下的妹子 胖虎本以为这次的自己不会再吓哭对方 可对方却选择了无视他 这让胖虎再次萎靡起来 明明自己为了迎合别人改变了自己的容貌 却不能得到所有人的喜爱 他退去了熊猫头巾 失落地踏上了回家之路 然而就在此时 那名少女再次找到胖虎 并紧紧抱住了他 原来他不曾忘记胖虎的救命之恩 当初之所以看着胖虎的面容说可怕 其实是为刹车失灵险些被撞感到害怕 并不是因为胖虎外在的容貌 胖虎当时救下了少女 而少女也在此刻救赎了胖虎 于是胖虎将熊猫头巾归还给了大熊 因为此刻的他已幡然醒悟 与其迎合他人的喜好半可爱 不如做回那个大白天打劫的粗犷汉子 就问你经不惊喜亦不意外 那么宝子们知道 为什么胖虎的卖萌对虎妈失效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在未来世界 动物训练师将会失业 因为科学家发明出了淘汰狼丸子 只要将它喂入对方口中 别说植物动物微生物了 就连亲妈也会跟你求贴贴 最近靖香养了一只宠物鹰鹉 不仅会听指令 还会鹰鹉学舌夸靖香大美人 于是大雄一秒跟风夸人 只求也能被靖香捧在手心疯狂摸头 为了找到共同爱好 大雄竟在被窝里付鸡蛋 看得老妈差点当场去世 决定把这三个蛋做成荷包蛋 给大雄补补补脑 大雄觉得老妈还是富人之鉴 毕竟自己玩好了 说不定就实现鸡蛋自由了呢 听闻此话 小多拉直接笑成了表情包 完全忽略了被笑出心里阴影的大雄 于是她只好掏出淘汰狼丸子 将它投尸给麻雀 在麻雀眼中 她就成了妈妈 上一个被人疯狂喊妈妈的还是张大大的 于是大雄也有样学样 将丸子投尸给鸽子 成功达成了顺手牵鸽的壮举 除了不会说话 握个小手之类的 又或者俯卧称都是信手捏来 虽说这个二手道具只有30分钟的时效 但只要反复练习 就能让宠物形成肌肉剂 于是大雄一秒变身生意人 决定用20大羊替别人训练宠物 并让鸽子充当免费劳动力 替它发起了传单 小多拉还没来得及教育 她又道具乱用 生意就找上门了 明明想要训练自家的兔子 只见大雄投尸丸子后 兔子就成了绝世武师级学者 喜提五星好评一个 之后大雄又等来了第二个病单 大嘴男想要训练自家的鲸鱼 在鲸鱼吃下丸子后 直接成了海洋界的杂技员 大雄再斩获一个五星好评 在之后 财大气粗的小夫找上了大雄 他希望自家的喵心人 不要老想着拆家 而是应该干点 正是多抓抓老鼠 虽然小夫认为自家的大豪宅 不可能有老鼠 但是大雄还是投喂了丸子 只见大雄一声令响 喵心人就一脚地板 游玩起了拆楼 小多拉只是来找个大雄 没想到镜撞上了大场面 逃跑时还差点弄丢白宝袋 可惜他是个小短腿 最终还是被老鼠踏成了尸体 胖虎盯上了干完这一单的大雄 并用和善的笑容 让他给自己打个折 如此合理的要求 大雄哪敢不答应 于是被迫来到了胖虎家 胖虎希望自家的狗子变勤快 大雄只好送上淘太郎篮子 直接让懒狗变成了全能选手 然而为一颗怎能够 胖虎又盯上了大雄手中剩下的丸子 直接让狗子吃到饱 还让他去当个买菜工具人 菜买完后 胖虎决定继续压榨劳动力 让狗子成了扫地工具人 奇料此时虎妈注意到了胖虎这个闲人 让他回屋做作业 于是胖虎脑子一抽 直接让狗子坐到了磕桌前 差点没烧坏狗子的CPU 为了给老妈更多惊喜 胖虎让狗子清扫整个房间 还让他占命烧 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只听一声脆响 狗子直接炸了厨房 胖虎刚要硬和炸狗 虎妈怒气直拉满的吼声就传了过来 于是胖虎人狠话不多 直接在老妈彻底废话时 一发精整投射 让老妈把自己当成了爹 看着如此油腻的画面 大雄只担心虎妈清醒后 胖虎会死得更惨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大雄成了人质 不仅反抗 还慌得不行 为了奖励大雄当人质的配合 劫匪决定送给大雄一份大礼 胖虎一记虎牙棒 以一个完美的虎度 郑重把心 不管是不是胖虎的错 大雄永远都是那个背锅侠 这透明玻璃换一块 起码要两本 可大雄两手一摊 要钱没有 神称秒变一拳超人 把大雄锤成了葫芦娃 明明就是玻璃的错 就不应该出现在空地旁 蓝胖子这一听 拿出了材质转换器 这道具 可以随意改变物体的材质 怕大雄智商跟不上 蓝胖子把房门变成了布 大雄惊得都炸毛了 恶搞儿人组 要对老妈下手了 把报纸变成了玻璃 坑娘啊 接下来就要解决 玻璃窗的大事了 两人爬上墙角 大雄挑好机器 把玻璃变成了铁 胖虎两人闻讯赶来 正好盖上蓝胖子顶峰作案 只听一声巨响 玻璃竟然完好无损 这下再也不用怕神圣的拳头了 棒球立马安排上 谁知胖虎一出手 小夫的法国进口球棍 硬生断裂 这是胖虎的错吗 明明就是球棍不是中国制造 大雄把报纸卷成棍 蓝胖子一照 只求棍就问世了 别看是只做的 击球效果那是刚刚的 大雄也想大线伸手 西辽他那球技简直离谱 大雄有难 蓝胖子支援 把棒球变成了气球 大雄打出了人生第一个好球 甚至大雄一激动 就开始原地蹦迪 完全忘了跑累的事 成功把自己送出局 为了不成为胖虎的拳下亡魂 大雄嗷的一嗓子就逃到了公园 准备钻进小树林 可胖虎拿着狼牙棒追来了 危机时刻 蓝胖子把树叶转换成了铁片 两人才从虎拳下逃生 来到媳妇家 看到媳妇做的纸衣服 就决定送给他个惊喜 成功获得媳妇好感度加一 卖着球成功的步伐往家走 却露雨抢银行 慌乱中 大雄撞翻了钱袋 看着能在北京买套房的巨款 大雄心动不已 为了当个好市民 蓝胖子把背包变成了橡胶 害得劫匪在地上摩擦 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不好戏背包不就可以了吗 正想中 蓝胖子被甩飞二里地 大雄还幸运地当上了劫匪的人质 坚硬地通过赶到 大雄被强行塞进车里 蓝胖子带上竹蜻蜓 疯狂追赶 来到车前 对着车一照 把铁皮车变成了纸糊的车 车辆一路飞行 落到了飞车场 车顶突手就能撕破 大雄被摔得眼冒金星 但劫匪可不会可怜他 拉着就要体能训练 可怜的大雄 足足爬了四只层楼 这才到达楼顶 劫匪也是个财大气粗的 直升机都有 而且相当绅士 所以当人质的奖励 劫匪决定把大雄 卖到国外当班专人 眼看大雄就要被塞进直升机了 蓝胖子终于赶到 为了救出大雄 把飞机变成了黏土 螺旋桨一个助攻 送走了劫匪 大雄两人还在重逢的喜悦中 不曾想也被送走 眼看就要把自己摔成人渣 蓝胖子小脑袋一转 在最后时刻 把地面变成了蹦床 大雄两人获救 却被劫匪下丢了魂 躲过劫匪这一劫 却没能躲过胖虎 道具被抢走 胖虎一粗人不看说明书 等两人赶到时 胖虎家的房子早变艺术品了 机器还被胖虎乱案给弄坏了 那么今晚胖虎妈 对的胖虎如何特殊关照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说好的一人一个节日 京香的北国雪节 小夫的恰恰午节 胖虎的摇滚音乐节 可为何到了大雄这里 就变成了睡觉节呢 华丽丽的北国雪记 只存在于悬传册上 这样景香很是失落 因为老爸加班 说好的家庭旅行只能吹了 看到媳妇伤心的表情 大雄已经开始头疼 要怎么办了 快到家时 他突然瞧见一个奇怪的气球 再仔继一看 整条街都在举办铜锣哨祭典 人们吃的 穿的 玩的 全都是铜锣哨 都快整出花来了 就连爸妈都在摆摊卖 特大铜锣哨 大雄的认知遭到了冲击 铜锣哨祭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接下来就有请蓝胖子揭开谜底 原来他是受了 番茄节 奔牛节的启发 用积点气球 创造出来的节日 为了演示给大雄看 蓝胖子在卡片上 写下来奔猫节 取消了铜锣哨祭之后 启动了机器 新的气球发射出来 人们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 全身都系上了动猫棒 蓝胖子一声令下 无数苗星人 以排山倒海之势 向人们冲来 大家纷纷 为了逃离苗星人的魔爪 开始奔跑 连一项讨厌猫的老妈 都成了猫奴 只有大雄 两条小腿 跑不过四条腿的猫 被踩得神志不清 奔猫节终于结束了 大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都累得不行 大雄要来寄点气球 把镜箱交到了空地上 然后把写着 美国血迹的卡片 放进机器里 一道足以闪下 24K钛合金狗眼的光芒闪过 空地完完全全 变成了冰雪的世界 竞相高兴的 恨不得立刻嫁给大雄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小伙伴们也加入了游玩大军 大家先是 一个个坐上了雪座的滑梯 到了出口后 又不约而同地 靠自己了牵手观音 可西游大雄这个脚屎棍在 最后成了多米诺骨牌 住在隔壁的神城先生 被吵得头都大了 可看到自家的城堡 瞬间就没烦恼了 在学霸的提议下 大家开始做雪雕 小富座的头像 一看就是美颜过头了 胖虎给自己捏的胸肌 起码有Dcup 小富吐槽像个大猩猩 结果自不必说 学霸制作的比萨谢塔 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静相则是可爱惜的小兔子 蓝胖子呢 必须得是铜锣烧了 所以主角的大雄 当然要压轴了 可是这坨 一次老爸秘制小汉堡的东西 真的和蓝胖子 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静相的心愿终于完成了 大雄打算趁热打铁 举办更多节日 还没想好 就被小富抢走了卡片 接着 大家都穿上了 骚里骚气的半舞服 跟着小富一起跳起了慢波舞 这就是所谓的 小富慢波舞鞋 胖虎也忍不住了 一眨眼的功夫 大家换上了应援服 出现在舞台上的 赫然是摇滚打扮的胖虎 大家想逃离胖虎摇滚节 却被胖虎的 硬波攻击震出内伤 啪都啪不动了 蓝胖子只好死马当活马一 把卡片全扔了出去 让大家去换节日 一个又一个的气球升起 除了学习节 典型节外 还有舞蹈节 乐习节等等 场面一片混乱 大雄负责继续捣乱 他在卡片上写下了大雄记 满怀期待的 等待着万千宠爱 余生的节日到来 没想到空梯上居然躺满了 枕着零分试卷睡午觉的大雄 所有的大雄记 让大雄终于认识到了 自己平时有多丢人 那么问题来了 谁模仿大雄模仿的最像呢 谢谢大家